所有的阿育沸陀自然疗法都是讲求个人化 你要先学会跟东西自己的独特体质 然后选择适合你的饮食、运动、草药、排毒、生活方式等等 来去不断的平衡内在和外在的能量 维持在最健康的状态 嗨,我是Lydia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阿育沸陀 世界上最古老的养生系统 阿育沸陀源自于印度 拥有五千多年的历史 它的范围名字是阿育沸陀 翻译成生命的科学 阿育沸陀主要的教导就是 教导人类如何与大自然和谐的相处 以达到幸福健康的人生 很多人认识瑜伽但不熟悉阿育沸陀 但其实两者都源自于古老的Vedas、沸陀经 两者是互补还有相通的科学 瑜伽可以形容成阿育沸陀的灵性面 因为瑜伽教导如何让身心灵合一 而阿育沸陀可以形容成瑜伽的疗愈医学面 阿育沸陀透过饮食、草药、排毒、生活方式等等 来帮助人们预防疾病达到身心健康 现在我们就来探讨到底什么是阿育沸陀 我将阿育沸陀的智慧简化为三个容易懂的原则分享给你 第一个原则 宇宙的万物都是由能量所组合成的 尤其是大自然界的五种元素 分为空、风、火、水和土 这五种能量处处可见 比如说当你抬起头来看到蔚蓝的天空、白云 这就是空的元素 当你有焦虑的情绪、紧张的情绪浮出 通常是因为有过多风的元素 炎热的夏天气候 这就是火元素的象征 去到海边看到壮观的岩石 它就是水和土所组合成的 宇宙的本质就是能量 这包含你和我都是一样的 第二个原则 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所以当然人体就像一个小宇宙一样 一样的是由五个元素所组合成的 阿育沸陀将五个元素再细分为三种特别的能量体质 第一种体质称为Vata 风行人 第二种体质称为Pita 火行人 第三种体质称为Kappa 水行人 每一个人其实出生的时候 就拥有一个独特的体质 由Vata、Pita、Kappa所组合成 这三种体质就像我们的DNA一样 会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长相、个性、行为 健康和疾病倾向等等 Vata、风行人 是由空和风的元素所合成 空和风的特性就是宽敞、流动、轻、易变、快速等等 风的元素在体内掌管的是循环、呼吸、还有神经系统 风行人的特性通常个性是非常活泼、开朗、健谈、富有想象力跟创意 而风行人的缺点是常常会过度劳累、容易紧张和情绪化 再来Pita、火行人 火行人是由火跟水的元素所合成 火跟水的元素的特性是油腻、热、尖锐、液体和流动 火元素在体内是掌管烧化、新层代谢、还有智力 火行人的特性就是个性非常积极进取、人生很有目标、工作能力加、还有是天生的领导者 但是火行人的缺点就是天性固执 有时候过于自信、忽略了他人的想法和感受 所以时常会有一些不必要的争执发生 Kafa 水行人是由水和土的元素所合成 水和土的特性是沉重、缓慢、冷和柔软 水的元素在体内掌管了脂肪、内分泌、成长和修复的功能 水行人的个性通常是中或老实 善于助人充满了爱心和包容心 但水行人的缺点是有时候不善于表达内心真正的想法 容易陷入沮丧的情绪当中 还有做事情会比一般人还要缓慢 更一些些因为他比较保守跟谨慎 Vata、Pita、Kafa 三种元素在每一个人的体内都同时拥有 只是以不同比例呈现,形成你专属的体质或者DOSHA 经验的阿玉废陀专家可以按照你的早上行为跟心理的特征 来判断你是属于哪一类的DOSHA 来到第三,阿玉废陀的原则就是能量其实是会互相影响的 人一出生的时候拥有一个独特的体质或者DOSHA 这个独特体质就是你最健康跟最平衡的状态 是完美的状态 但是从小到大可能因为不良的饮食习惯、生活作息 负面情绪、压力等等 造成了原本这个完美的状态变成不平衡了 那长期下来这些毒素和污染累积导致会有疾病产生 所以所有的阿玉废陀自然疗法都是讲求个人化 你要先学会跟东西自己的独特体质 然后选择适合你的饮食、运动、草药、排毒、生活方式等等 来去不断的平衡内在和外在的能量 维持在最健康的状态 回顾一下今天所分享的三个基础 阿玉废陀的第一原则是 宇宙间的所有一切都是能量所形成的 第二 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拥有自己的独特能量体质 或者Dosha 第三 能量是会被影响的 所以了解自己的体质过后 要不断的透过自然的疗法 不断的去调整跟平衡 让自己回到最初的平衡健康状态 当你真正了解了阿玉废陀这三个原则 它就会成为你的生命蓝图 帮助你达到幸福健康的人生